Hello 筆記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內地經證實 要證實兩個字 大家一定要清楚 內地的銀行 是向員工追回一些糧 究竟說什麼呢? 就是招商銀行 去年向員工追討 6千萬的生存 看看說什麼 之後筆記道再做總結 以及解釋 內地銀行竟然向員工追回一些糧 據內媒報道已經證實 內地銀行實施的 職效申酬追溯 扣回機制 招商銀行在2022年 向員工追討 5千824萬人民幣 據年報顯示 2022年招商銀行 執行 職效申酬追溯回購 向2千876位員工 薪酬總共金額 5千824萬 相當於人均退款 2.03萬 渤海銀行追溯 370人 職效是1千7百 職效申酬是1千760萬 相當於人均退薪 4.76萬 4千824萬 人民幣 即靠這個申酬追溯 扣回是指 金融企業的高層 對於企業高層的風險 決策有影響的員工 因自身的原因 導致風險發生 造成重大的違規 或者重大的風險損失 金融企業不僅可以 只付未支付的薪酬 並且對已經發放的薪酬 予以追回 這個舉措 就真的很特別 此舉目的 將薪酬和風險相對變掛鉤 著一定程度上 限制金融企業的高層員工 從事高風險的投資行為的動力 銀保監今年3月底 2023年3月底 95%的機構已經定下了 並實施了職效 這個薪酬延期支付 或者追溯回購的機制 大部分銀行 都做得挺好的 好了 各有銀行中 工商銀行 建設銀行 農業銀行 中國銀行 交通銀行 都建立了職效 這個薪酬延期支付 以及追溯回購機制 這個 油柱銀行 建立了職效 連伸 這個延期支付機制 還有其他銀行 不說了 為什麼呢 講來都廢話 現在即使換句話 你知不知道 大家都未必知道 中國呢 在一些金融機構 或者在官場上打滾 它有一個底薪 然後呢 有很多不同的職效 獎金 各樣東西給大家 以前呢 就是不是都發放的 現在就是說 首先第一件事 你的底薪就是還底薪 其他的那些呢 可能加起來 你有四五萬元人民幣一個月的 底薪很便宜的 可能只有八千 那樣東西 有交通津貼 飲食津貼 房屋住房津貼 接著職效津貼 還有很多東西都是公交給你們 但是重點就是 現在就是 可以 延期支付 還有給了都還要回購你 為什麼呢 現在即使反映了幾個問題 我們要有很完善的法規 他們不要冒險做一些高危的事情 高不高危呢 就是很難說的 金融這個界別 因為你呢 政策一改 就可以推高所有東西 都可以跌到谷底的 沒有人知道的 喂 以前我賣新東方的股票 他每年都升30% 40% 50% 60% 喂 現在跌90% 那為什麼呢 這個是政策實現 那你說我們有高風險 開玩笑吧 不是啊 不是啊 政府喜歡怎麼說就怎麼說 現在重點就是 先殺了你們那些 我們中國最重要就是什麼 合乎法律法規啊 大哥 合乎法律法規的話 即使換句話說 大家就一定會清楚 喂 合法的 還有 給了你都要 喂 洗完了 洗了都要你吐發 是啊 這樣都可以 好 哪裡不行呢 我們韜韜韜大國 中國來的嘛 中國說可以就可以 你可以不做的 你可以辭職的 沒有問題的 喂 這樣都可以 什麼不行呢 中國嘛 最重要就是中國 為什麼呢 14億人都不會同意你這樣做的 這個是習近平 我們的偉大主席 說的話來的嘛 這些是他真是親自指導 親自指揮啦 他一定一句 一徐定音就告訴你 喂 金融那邊你們要管得好一點 這個對國家的安全是很重要的 講完了的嘛 所以 什麼機制都可以的 那就是這個叫做 反饋的機制 就是說你吃完東西 咦 不好吃啊 吐出來給餐廳 行不行啊 黨 只要你說可以就行 只要覺得對就行 沒問題的啊 因為是中國嘛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 不機道